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就比如说我去应聘 想要成为一名航天人 您作为面试官会考察哪些内容呢 你要去应聘 我肯定马上就欢迎就接受 谢谢哥 因为青年代表就给他开方面这门 不行 您如果严格地说 严格地 就您的团队成员 您是怎么挑出来的 我是学系统工程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系统工程专业毕业 那没问题 那他专业应该还比较对考 专业可以 对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 搞总体设计没问题 但我们要求的专业对考 不是说一定要对考 因为很多东西是通用的 虽然他工作的人 还是可以学习的 那么主要是看他的 我们一般的在面试的时候 也是给他提一些问题 主要是看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就看看他的思路 就看他这个逻辑方面的思维 是不是比较严谨 比较周密 主要还是考虑这个 比如现在您就给他问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模拟面试的话 那我就问一个 就是你搞系统工程 应该主要就是做系统设计吧 大系统 系统设计 因为设计到方方面面 假如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震动比较激烈的时候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先去认真的聆听 找到大家争论的这个矛盾的关键点 然后采集数据 进行大数据分析 我觉得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最后得出来最佳的最合理的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好吧 回家等同志吧 等同志 回答过 谢谢周老师 怎么样 您那个 很好 您千万别爱着面子 在您这儿是属于一般中等 还是不错 优秀 优秀的回答 谢谢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我再考你一个问题 您看 刚才您演讲当中 说到你们做事情是有15个字 对吧 来 我看你有没有认真听 你不要看笔记 要零缺陷 做事有依据 爱依据 同时要留记录 还可以 好了 回家等通知吧 还可以 更轻了